嗨,我是日晴 嗨,我是Cherry 我是Dyo 歡迎收看藝術好好玩 非常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Cherry 他是 時尚跟醫美界的達人 醫美跟精品界的達人 精品界的達人 想愛的達人 突然變成這個 對對對 精心好 那我們先問 你相愛的 為什麼這麼喜歡相愛的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一種時尚的代表 沒錯 因為Cherry 它是一個非常就是很Local 它是一個很Classic的經典的一個產品 那你要做 在我心裡面 因為我覺得行銷這種東西 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做到 所以我覺得 相愛的他在Branding的部分 他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他跟 不管是藝術 或者是在 時尚 時尚 或者是品牌 這類型的 的一個連結的性質是很強大的 所以說 就剛好會 就是 牽扯到我們今天剛好要聊到 對啊 我有看他的兩部電影嘛 哦 對對對 是不是 對對對 都不用 喂 就可以直接 有兩部電影 你要介紹一下 欸 就 你Google查香奈兒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說 她 她是天 很有天分的女生 對 她就是把窗簾 窗簾的某一結弄起來 然後弄在 女模特兒身上 對 就自然可以 對 變成她要一樣 是不是 都沒有Re過的哦 呵呵 那我們那個 精品 對 跟藝術會有關係嗎 有啊 因為像 像 最 最好的案例就是 春上龍 跟草菅寧森 他們都跟LV 合作 對 LV包的 Cherry包 那個 欸 你的包耶 呵呵呵 它就是 就是 對啊 就限量版的 那個 櫻桃包啊 對 然後 這就是變成一個 因為 藝術的極致 就是 就是把 把那個 所有的 力量都做到極致就變成藝術嘛 那各行各業做到一個極致就變藝術 醫美做到 各行各業 啊 這到極致也是一種藝術 其實這都是需要藝術的一個形態 直播把它做到極致 都是啊 都是啊 就是 所以 所以啊 在那個 那兩部店我就覺得 的確你剛剛講說他的那個 精神啊 他的 他有自己的 IP設定嘛 他設定他說 就是一個 女性 然後時尚 香奈爾5 對 那個 No.5 對不對 他的香水 5號 對 那個 光那個香水 也有 他出來的時候整個超級轟動 對啊 就紐約的時尚圈 對 是沒有錯 我覺得 他們的精神的部分 其實就是 所謂的 香奈爾他的精神 跟 藝術的連結 然後 然後關系到就是 如果你要如何就是把 這些東西串聯在起來 還有品牌 對 就是代表了每一個人的精神 不然你剛剛說的你的藝術 對啊 不然是 所有的創作者 現在 現在包括那個 公仔啊 潮 潮藝術的 像那個奈良美智啊 他們的 就是把他IP設定 那就是 譬如說奈良美智就是 可愛啊 童真之心啊 就是娃娃 然後現在娃娃跟時尚 跟衣服 對 都 都很match 就是 沒有違和感 對 但是這是 可能 20年前 30年前沒有發生的事情 就 公仔歸公仔 然後時尚歸時尚 所以 這個就是 這一方面就是 整個當代藝術有很大的變動 然後 我覺得現在時下的年輕人好像都比較在意就是 是不是他有把他的一個品牌的精神 對啊 跟你的藝術的價值是不是有呈現出來 對對 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比較會被別人關注到 對 像這個節目叫藝術好好玩 我們品牌的精神就是要來玩樂 然後就是 反正你想到什麼只要是好玩的 因為藝術 如果你不要把它好像是 另外一個宇宙的事情 對 要把它可以跟生活裡面 對 其實 藝術 對 藝術、時尚、生活都結合在一起 沒錯 而且要好玩 對 可是如何把藝術跟時尚、還有生活結合在一起 就是要看我們的影片啊 哈哈哈 因為我影片本身就是 想要是很輕鬆的 因為 太學術的部分就是會有學校 去做做研究嘛 或者做論文啊 就像現在就比如說 藝術就做什麼 什麼熊熊的肉 對 流動化 流動化嘛對不對 流動化有一個特色是說 讓你很簡易上手 然後每個人都不投 但是它會就是它有一個限制性就是 每一個做起來都差不多是那樣子 那 會有固定的公版的規格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它的 它的樣貌就 限制了 你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因為一般會覺得說 好的藝術它樣貌很多啊 你看像 碧卡索 藍色時期啊 或者是說 你看草菅尼是那個點點點點啊 畫來畫去 那整個 它的風格就會很大的不同 但是你流動化就是 因為它不是用筆去畫的 它會比較有一些雷同性 所以一個擺動 對 像我上次那隻老鼠嗎 對 老鼠 它 你的 你上次做的那個老鼠 對 動畫很差別 好 因為那是手繪的 那手繪 你第一個 你要選擇你的比 有你個人的筆觸 那 如果流動化 它只是你選擇顏色 還有那個低流的位置 會比較接近 因為 就是你在創作過程 你的 你可以做的越少 出來都是一樣 假設 那 所以因為流動化只能用流動 它不能 不能是 當然 你不能是用畫刀啊 或者是用筆去把它塗 那像 那因為筆觸的塗 因為它有很多層 所以它會有很多種樣貌 那流動化 但是流動化優點可以讓你幾乎 沒有 就不用有很大的壓力說 會做不出來 現在很多就是 就是很想要 比如說在家裡面 有的人是用購畫的方式 就是購買衣服畫 那有些人就是直接請一個很厲害的設計師 然後在我場地上 比如說畫一個很大片的硬化樹 對 這種超美 那又是怎麼樣的 那個就是 譬如說 一般是以插畫 就叫做插畫 就 Consignment 基本就是我先付一筆錢 然後我跟這個設計師 因為 通常訂製是比較多是設計師的 因為設計師是先 先有一個錢 然後按照你 你是 你是老闆 然後養樣的樣子去實現 那 他藝術家的區別 就是藝術家是先做一個他的東西 然後 然後 由 從雲映眾生裡面欣賞這件作品的人呢 去 把他挑選回家做收藏 所以 像你 牆壁 呃 就是 他可能畫畫的人 對 他按照你 去做 所以他 他就是會有一個 一個 理想你要的樣子 對 所以他那個本質上 是有一些不同 但是也很好啊 看 現在很多那個什麼民宿啊 牆壁啊 但是 基本上我覺得 就是藝術要好好玩 藝術就是 你只要就顏色啊 做女生每天都要選擇 他他要穿的 不管是那個妝感啊 或者他的衣服 每天都要選擇 那就是好 會好玩啊 就像你每天 你有 如果 都都穿同樣一件衣服 出現在這就會不好 不好玩 戴個電池 對 對 今天就很棒 就很有 很有style 跟上次 上有 有看上次節目的人 就會發現不一樣囉 然後今天又多了一個 Cherry 我們的特別來賓 對 就是一個機緣巧合 但是 所以 我們就是提倡說 藝術方面就是 譬如說 你在生活裡面 有時候去看美術館 然後其實 基本上 因為他 藝術是沒有標準答案 就像一個女生的美 他也沒有標準答案 他可能有奔放型 性感型 豐滿型 但是 沒有人規定 怎麼樣型 就是一定的美女 對 那 藝術也是一樣 沒有 人規定 怎麼樣的藝術 才是 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 一切都好 然後你 你如果喜歡 你就會一直去靠近 這個 就像你 你喜歡那個 牆壁上 有一棵櫻花樹 然後你自然而然 你就會去 收集啊 那我覺得 他就是讓大家呢 在 在生活當中裡面有 非常 非常多的選擇 那 才不會說 好像很 很那個 很理性的生活 就一定要這樣才是 最好 就是 那種 那個就有一個書 藝術科之話 對對對對對 就有限制性啊 對啊 所以我們的直播 我們的 影片 絕對沒有限制性 我們就是 想到什麼 但是只要是好玩的 都 呈現給那個觀眾 所以要記得 按讚 訂閱 小小小 開啟小鈴鐺 非常不順哦 哈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這樣才好玩 好 謝謝大家 好 下回見 拜拜